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去Paco National Park 那去National Park的话,好像比较宝贵啦 刚才我们很幸运,有两个鬼佬跟我们分享同一个旅游园咯 然后刚才我们有遇到几个Salawak的姐姐 她就说如果去Baco National Park,还不够好玩的话 可以试下去这个Bulao Laki 不过这次的行程我们时间不够啦,我们就没有去 下次有机会是你们可以去Explore一下啦 我们从码头出发,是去到莫里拉的巴斯半岛的北端 这个Baco National Park看起来不大 它涵盖了很多的植物的种类 好像沼泽森林,百树林般的巴当树 红树林,龙老乡林,悬崖上有一些柔软的植物 当然你也可以看得到很多北婆罗洲的野生动物 这种讲解,第一次来的人听了还是会不懂 但是不停又不行 OMG,竟然有一只野猪在那边出现 太神奇了,那只野猪 会不会攻击人啊 还是第一次看到 今天早上有很多这个上老年级的老外 看到这个山猪就觉得很开心 一直在拍照,一直在讨论 哇,有很多耶 哈哈 要走去哪里哦,现在 你没有看清楚哦,那个MAT拿出来看一下 就是走是什么奇怪的地方哦 登山的地方 哇咯 走都还没有走 就在那里一直讲讲讲讲 有一个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的荷兰女生 我就问她 这里的瘟子会多吗 她说没有啊,没有瘟子咬啊 结果我看清楚她的手脚 全部是给瘟子盯了很多个宝咯 以前有一个美国老妇人来到我的诊所看病 跟她聊天之后 她就告诉我 来到这个婆罗洲森林 探险 被瘟子咬 甚至是被水汁吸血 也是一种很开心的体验 又不像螃蟹啊 螃蟹啊,你看 进去啊 像那个椰子蟹这样子的吗 看我看 嗯 不理她够了 螃蟹啊 嗯,螃蟹 螃蟹 哦,海边啊 到了一个海边 我以为是登山 还是吗 虚似百姓 而且,我们在山上 一种很多人 可以认识 但是能不能够 好原来 我们不会有那么大的 我们的家人 对吧 看到我们的家人 还有我们可以认识 我们以为我们也是 有太多粉丝 拍照在身邊 拍不到老進去啦 阿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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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如果要讓長壁猴對你們感興趣 你們就要學他的叫聲 基本上他的發音就是阿歐 阿歐 這種這樣子的叫聲 為什麼我們會知道 因為上一次我們去金納巴丹岸河 那邊看野生動物 那個Botman是一個老先生 他很有經驗模仿那些 Oranhutan還有長壁猴的聲音 這個是他教我們的 你們不妨試一下 記得一定要走一趟鈴鐺步道 你能夠在這裡看到肉食豬龍草的風采 記得一定要帶訪問頁 像我們這樣短袖短褲 回到去就會發現到被叮了很多大包小包 很遠很遠的 要到了 要到海邊了 我們的船要接我們了 我們終於趕上時間了 差不多 要怎麼下去喔 很危險耶 外形的地形 奇怪的地形 OK是這邊下 那邊是觀景台 好像在這邊下 這邊先拍一下 我懷疑這個 以前應該是在海底的 你看這個看那種 像海底的那種珊瑚礁 你看那個地方也是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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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的 好像是那種 外星球的那種表面 你看這很奇怪 像紫羅 自己吐上來的嗎 來 拍一下大景 大景 OK OK Very good 這個 景色很好 好 給我們C Track C Stack 好 啊 又是這些咯 怎麼形成的 這種要讀那個 地質學家的 也知道了 Otherwise 我們不知道 還有最後的一里路 走完了 好 除了長地猴和野山豬 你們也可以留意一下 長尾猴 營業猴 松鼠 還有這個巨型的西 如果你選擇在這裡過夜呢 你還可以欣賞這裡的樂落 那個時候呢 也可以在自洛崖山的沙灘看到成千上萬的雨燕 在沙灘鏡頭岩壁上的巢穴附近盤旋飛舞 算好了 煮肉 我可以吃一碗 所有的海滩都可以看见色灰岩和沙岩所构成的峭壁 海浪海风常年累夜在舌头上留下各种的痕迹 现在我们就要去看当地很出名的海盏 这一块舌头看起来是不是像一个眼睛舌头呢 这里的岩石海岸地质遗址 它代表了大概2300万年前死心死晚期 直到这个渐兴寺早期 沉寂在边壮河附近的高原沙岩的海岸形态 高原和岩城的这个组合 这种地质的景点包括夹角和沙滩 德洛班旦格基和德洛班旦德沙 刚才我们不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然后它的那个舌头是好像一些月球的表面 有一些吐上来像东谷的形状 那个地方叫做德洛班旦格基 那些吐上来的舌头是叫巴杜杰达万 它是有一种叫成岩作用和风化的特征所形成的 这些都是沙滥月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独特的东西 大家要注意当你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 哪怕是你走在这个陆地上 也要小心有可能会有这些鳄鱼出现 行程结束后我们要去停车场那里拿车 就看到今天早上的那两个老外还有荷兰少女 我们就问他们要怎么样回去市中心 原来他们是想要到那个巴士的接送 按照马来西亚人的这个常识 这种巴士搞不好等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都不会来 然后我跟我的朋友两个互相对望 我们就说哎反正我们租的车子小小两 就带买他们三个人一起回去市中心吧 就这样我们做了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好事 但是同时也让这三个外国游客 有一种很窩心的感觉 他们也很感激我们 就这样子为Baco National Park的一热游 画上一个相当美好的句点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